臺灣已連續三天零確診 加上臺灣境內已28天沒有本土病例 臺灣相關的防疫管制逐步解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要研討讓更多觀眾入場看中華職棒 從1000人到2000人 專家小組召集人張上淳表示 如果兩個隔離期及28天都沒有新增 從公衛角度而言 臺灣社會相當安全 目前臺灣確診440例 死亡6例 臺灣防疫指揮官陳時中提醒 戴口罩、洗手、社交疏離是最基本的防線 除非有相當大的科學進展 否則不會輕易放棄這些規定 香港方面已連續21天沒有本土新增確診病例 截至週日 香港累計確診個案1048例 死亡4人 當天新增3人確診 不過都是輸入型個案 其中2人從巴基斯坦返港 1人由英國回港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住所工作室 新增4人的藉屍 新增4人的一家 新增4人的藍屍 新增3人的藍屍 pueden逐步 新增4人的藍屍 改 所謂的縞4人的藍屍